新书快报 大家好,我是陈品书店陈寅如 我是周翔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书是原神出版的一本日文小说 叫做《蜜蜂与远雷》 作者是恩田璐 这本书很厚耶 非常的厚 但是应该一读下去 你就会黏在书前面大概6小时到10小时 你就会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他用什么方式勾住你 这本书它以一场日本地方的钢琴大赛作为故事的架构 所以你从目录里面你可以看到 从预赛、决赛到最后的准决赛等等 它以四个个性非常鲜明 而且非常突出的四个主角来作为故事的影子 所以当然它的题目主要是讲古典音乐钢琴比赛 但因为里面提到的一些曲子 其实你小时候可能也都听过 那还有就是恩田璐在这本书里面 透过文字把音乐的感受 还有音乐带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想象 演奏的技巧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非常的具体呈现在你的面前 蜜蜂与远雷 其实光看这个名字是完全无法理解 我只能理解一件事就是 他们都会震动到我的耳膜吧 蜜蜂与远雷这个书名在日本出版的时候 其实也引起大家非常大的回想跟猜测 都有可能写书评的人 他们都会说到底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不爆雷 请大家一定要去读书 我觉得这个书名 它一样非常有趣的呈现恩田璐 它对于音乐能带给一个人身心的变化 或者是这个世界的变化 或他想要透过音乐来传达 他的某种的思考或者哲学观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它是一个小说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主角 跟他这个故事怎么开始 可不可以简短的跟我们讲一下呢 这故事的主角有四个 都是参加这个方江国际钢琴大赛的参赛者 第一个角色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混血的钢琴王子 那他在这个钢琴比赛里面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都知道他 而且觉得他就是会夺得冠军的 那个王子型的人物 那第二个角色是一个可爱的少年 但是古典音乐界 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可是他就像一个深水炸弹一样 因为他有得到知名的古典大师 霍夫曼的一封推荐信 他的家族是杨蜜蜂的 杨蜜蜂的哟 然后所以他的出现就像 据这个霍夫曼大师所言 是他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 但是这个礼物呢 能让你开心感到幸福 或者是让你愤怒感到褪聚 这就是看大家的领受力了 那第三个角色是一个天才钢琴少女 可是就在他深爱的母亲奏事之后 他就非常戏剧化 而且黯然的退离这个古典音乐的舞台 那这次的大赛就是他睽违钢琴将近十年的时光重回舞台 所以他的回归其实就是很多的人其实是有点等着瞧 当年的天才少女 现在出现是会让我们失望吗 还是会又是一颗巨星的诞生 那第四个主角很特别 他已经28岁了 在古典音乐界就是将近要退役的年纪 就是如果你要参加大赛是已经很晚了 那他其实是一个上班族在乐器行工作 那因为他从小喜欢音乐 那决定就是不要放弃他的梦想 因此这是有点像是存了多年的存款来参加这个钢琴大赛 那这四个人角色 个性还有他们的演奏技巧 跟人生的经历都非常的不一样 那四个人怎么样把他们的才华 或者是把他们对音乐的感受跟领悟 呈现在这部小说里头 就是恩田路展现他功力的一大部分 这个小说叫做蜜蜂与远雷 很难想象 因为都是以古典音乐为主 但是全部靠文字 对 这本最杰出的一点 当然就是他如何把很抽象的音乐给人的感受 能够让大家都有比较一致性 或者是比较具体的想象 就全靠恩田路的功力 他算是一个资深的作家 他的写作类型也非常广 他写过奇幻推理青春成长小说 他都写过 所以怎么样运用不同的功力跟元素 在这个小说里面 也是他的精彩之处 比如说他这本书虽然是讲 一点点音乐 然后带到人生的成长 可是里面也很有那种推理小说 到底这一次 比如说玉塞到底能够进决选的人是谁呢 所谓天才之间的争斗 他们之间可能有惺惺相惜 也可能有嫉妒啊 或者是看到对方的才能 而对自己感到怀疑或焦虑 那这些人性的呈现跟描写 也在这本书里面 淋漓尽致的展现 我在书里面有看到一句话是说 有些人的演奏风格 也许很极端独特跟专业 其实外界的乐评就完全有不一样的想法 甚至可以震撼整个乐坛 古典音乐 我觉得它有一些基于正统的要求 例如巴哈 小邦啊 这些作曲家 他们在创作曲子的时候 他们对于音符节奏 还有所谓的表情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作曲家 他有基本的设定 正统的国际钢琴比赛 他对于指定曲目怎么样表现 就是他如果规定你这里 曲子上 谱上就规定你这里要大声嘛 结果你选择小声 或者是他的装饰奏 本来是要怎么样的变化 但你背离了这个作曲家 本来的风格或什么 可能评审就会觉得 你这个不对劲 你好像自我发挥的太强了 这些的要求 在每一个诠释者的手下 他都会很大的差异 音乐或者是艺术性 这种东西 当然是要个人不同嘛 如果大家都一样 或者是都这么死板的话 他没有所谓的杰出或拙劣之分了 所以怎么样在这个正统跟艺术之间 或者是说个人的才能才华挥洒 领悟之间做一个平衡 我们在这个小说里面 看到不只是钢琴参赛者的角度 其实我们也看到那些评审底下 就是他们坐在底下那些很多的小剧场 还有评审之间其实也会互相结党 就有党派来说 我支持这个参赛者 可能他的表现的风格 或者是他学习的那个系统 是我这一派的 你的那个太奇怪了 太超出这种鬼了 你们是邪魔歪道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让你看到一个评审 或者是现场这些幕后工作人员的行程 各角度的来立体钢琴比赛这件事情 风雨远来 里面有古典音乐 有比赛 有年轻人 这会让我想到说 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有类似的元素 那味道会是一样的吗 写音乐制这个小说题材 我觉得在日本的小说 其实还算蛮常见的 然后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很多年前有一套漫画叫 《交响情人梦》 这套漫画也很有趣 他刚出版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冷门 但后来改变成日剧跟动画之后 就超级畅销 甚至带动整个古典音乐唱片界 还有很多日本的小说 他其实会写到中学生 他们其实会有 比如说管乐的社团 所以以前在日本小说 也有写这样的题材 音乐比赛 其实就是非常青春的一个主题 你为了要得到第一名 其实你一定会有很多 不管是你这个社团 就是所谓的组织的挣扎 或者是你个人才华的表现 还有就是你对于 另外一个有才华的人的应对 这个不只是青春期 我觉得这也延展到你的人生 你对于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对于你热爱的音乐 或者是文学 或者是球赛 这样的青春主题都是一致的 但是这本书里面 都多了很多很细腻的音乐的描述 还有那种不同个性背景的人 他们彼此的观感 蛮厚的一本小说 最后再把这书名 跟作者再为我们介绍一次吧 这本是原神出版 日本作家恩田录的 蜜蜂与远雷 我是陈平书店陈寅如 我是周翔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